大家好,欢迎来到KBM工作室 这里我们宣布一个好消息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频道正式开张 我们会设计和制作各种有趣有料的图表 通过讲解视频的方式分享给大家 今天我们上线第一个栏目,叫做《猎王志》 我们会结合各个政权的君主实习图 为大家讲解那些有关王朝的君主生平 以及相关权力交接更迭的那些故事 就让我们以蒙古帝国的时期开始吧 接下来我们会用大概20期的时间 为大家简单梳理和介绍蒙古各个政权的历史 大家也看到了 现在屏幕上的就是我们制作的蒙古中国君主实习图 我们的系列视频主要将围绕这一张图进行讲解 我们之所以选择蒙古作为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 关于蒙古帝国 大家肯定都知道 也多少有一些了解 但是呢 很多时候 这些了解只局限在一些刻板印象上 一是蒙古人很能打 二是蒙古人很能杀 但是到了具体的历史细节上 还会有很多的空白或者是误解 也包括元朝在中国历史上 那也是很冷门的领域 可能绝大多数人都知道 或者听说过这样一个段子 元朝总共持续了90年时间 开始的忽必烈有30年 最后的元顺帝有30年 中间的30年时间里画了10个皇帝 说明它的内部秦亚十分的厉害 但具体是怎样一个流程呢 可能大家也都是不是很熟悉 也包括蒙古帝国下的四大韩国 他们的历史进程是怎样的 也并不被普勒大众所知晓 所以我们想借用这张图 弥补一下这一方面的空白 另外一个因素是 正因为蒙古帝国它很大 它把很多的国家和文明都纳入到了同样一个框架之中 可能蒙古帝国 它是地理大发现之前最接近世界史的这一段历史 因此我们在讲蒙古帝国历史的时候 也会触及到关于伊朗史 中亚史 印度史 东欧史等等的各国历史 这样的话 蒙古帝国它就可以作为一条线索 很好的把这些欧洲和东亚之外的地区给串联起来 我们接下来制作别的系列的时候 大家也会有的一个初始的印象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 蒙古帝国的历史相对而言比较冷门 有些关联政权大家可能听过名字 但是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这张图中 总共设计的政权有37个 这一集接下来时间 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些政权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蒙古帝国通过成吉思汗和他子孙的对金 对夏 对宋战争 还有前后三次的蒙古西征 打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帝国要怎样进行统治呢 成吉思汗在第一次蒙古西征之后 把帝国分封给了他的四个儿子和四个弟弟 让他们分别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的四个弟弟分别叫朱翅和萨尔 哈赤温 别勒古台和沃士金 他们的封地位于蒙古高原的东边 因此他们的后裔一般被称为东道主王 他的四个儿子分别叫朱翅 查克台 沃克台和托雷 除了幼子托雷按照蒙古幼子手造的习俗 继承了蒙古本部大部分的牧民和军队 其他三个儿子的封地在蒙古高原西部 因此叫做西道主王 其中朱翅的封地位于伊尔迪士河以西 以及向西的清查草原 包括花拉子摩古都玉龙街翅 查克台的封地位于西辽古地 威威尔以西直到河中地区 沃克台的封地在巴尔喀什湖以东 伊尔迪士河上游等地区 这便是最早的几个乌鲁斯 沃克台继位之后 成吉思汗诸子的长子 连同老将苏布台 从清查草原西进 征讨阿兰人和宝贱尔人 进一步进攻罗斯诸国 直到波兰和匈牙利 这是蒙古第二次西征 也叫长子西征 这一次西征最大的受益者 是竹翅的儿子巴都 他把竹翅乌鲁斯的领地一直向西 扩张到了今天的德内斯特河 以及罗斯诸国 这样四大韩国里的竹翅 查克台 沃克台 三只就基本形成了 而竹翅的乌鲁斯 也因为他所在大帐的金色的顶 被附属的俄国人 称作金帐韩国 四大韩国中的第四个 也就是位于伊朗地区的伊尔韩国 是在蒙古第三次西征当中形成的 第三次西征的领头人叫序列悟 他是托雷的第六子 是蒙哥与忽略的弟弟 在他开始西征的时候 蒙古帝国已经是蒙哥汗在位了 第三次西征的主要目标 就是波斯北部山区的阿萨辛派 以及位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 1258年 巴格达沦陷 序列悟乌鲁斯基本上奠定着在东西伊朗的统治 借用了在波斯域里的名称 也叫伊尔韩国 以上我们介绍了四大韩国的行程 不过在蒙古人称霸欧亚大陆大概100年后 蒙古和四大韩国也就相继崩溃了 那接下来我们按照顺序 依次介绍一下蒙古帝国崩溃后 各个地区的后继政权 首先从离我们最近的元朝开始 在元顺帝远逃末北之后 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继续统治 这个政权始成北援 北援的政军十分混乱 直到达燕汗在位的时候 蒙古才重归统一 达燕汗将蒙古重新换换为六个万户 分别为左翼的查哈尔 乌良哈 卡尔卡 和右翼的土摩特 永歇部 鄂尔多斯 其中查哈尔作为蒙古正统 其韩系一直延续到了林丹汗 后来黄太极攻打查哈尔 林丹汗逃到了青海草原 并死 他的儿子俄哲折返到沈阳 投降黄太极 标志着北援参与政权的灭亡 同时其还有一个政权很重要 就是位于土摩特的顺义王政权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安大汗 关于查哈尔和土摩特的故事 我们会在日后具体来讲 此时在中原地区 明清顶格 清朝取代了明朝 但相比起查哈尔 克尔沁等部 位于末北的卡尔喀地区 与清朝保留着较为松散的关系 直到康熙年间 卡尔喀各部才正式归附清朝 清朝的蒙古可以分为内扎斯克蒙古和外扎斯克蒙古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常说的内外蒙古 其中外蒙古的卡尔喀等部 在依然保持着韩王的头衔 并且享有着更高等级的自治权 但相比之下 内蒙古地区则实行蒙奇制度 因此在我们的世系图中 收录了土屑图、车臣、扎斯克图和塞耶诺言等 卡尔喀四部的世系 但忽略了内蒙古地区的世系 清朝皇帝作为内蒙古诸部的共主 关于清代蒙古 我们也会用一集的篇幅来详细地讲解一下 与元朝同出自托雷系的伊尔韩国 事情要简单得多 伊尔韩国末年陷入内乱 扎拉伊尔部的谢赫大哈散 和全臣出班家族的谢赫小哈散 分别在巴格达和大布里市 扶植了自己的傀儡函 1355年 金正韩国出兵 将出班家族的政权 连同伊尔傀儡函 全部击败 标志了伊尔韩国的灭亡 而位于巴格达的扎拉伊尔部 则建立起了扎拉伊尔王朝 一直延续到了1432年 被伊朗的黑洋王朝灭亡 蒙古人在伊朗的统治也宣告结束 查克台韩国和沃克台韩国 在忽必烈称韩后建立起了反忽必烈联盟 联盟的首领是沃克台的孙子海都 但是海都死后 沃克台韩国群龙无首迅速崩溃 在1310年 查克台韩国与元朝一起 瓜分了沃克台韩国 沃克台韩国也成为了 四大韩国里面国度最短的韩国 相比之下 查克台仪器反而成为了 存续最长的地址 与元朝和伊尔韩国崩溃的差不多同时 查克台韩国在1347年 分裂成了东查克台和西查克台两部分 西查克台韩国很快被出自 蒙古巴鲁拉斯部的贴木尔取代 贴木尔建立起了 贴木尔帝国 而东查克台一直在我国新疆地区统治 16世纪初 东查克台的统治崩溃 东查克台的一支后裔 来到韩国东部的吐鲁藩进行统治 这就是吐鲁藩韩国 而另一位名叫萨伊德的后裔 在流亡中亚多年后 反攻回了新疆 在伊尔强建立了政权 史称伊尔强韩国 1570年 伊尔强韩国灭掉了吐鲁藩韩国 统一南疆地区 1680年又被崛起的 准盖尔韩国灭亡 查克台韩国后续政权的统治 也终于结束 不过查克台还有两支后裔要说 一支是查克台韩阿鲁胡的后裔 他们在哈密地区建立起了政权 也是明朝关西七位之一 哈密卫 明朝中后期 随着明朝对于关西地区疏于管理 在查克台韩国的多次冲击之下 哈密卫终于灭亡 另一支后裔延续的时间更长 提耶穆尔的后代乌玛尔歇赫 迎娶了查克台韩国的公主 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巴布尔 在提耶穆尔帝国崩溃后 巴布尔南下印度建立了莫鲁尔帝国 他在印度的统治一直延续到了1857年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 另外一支蒙古力量 就是瓦拉 也叫威拉特 虽然威拉特人的成分一直有变化 但一般认为威拉特人 最重要的四个部族 也就是准戈尔 荷尔特 托尔胡特和杜尔伯特 合成四大威拉特 除了荷尔特的首领 是成吉思汗地理朱翅和萨尔的后裔之外 其余三部 并不是黄金家族的后裔 准戈尔和杜尔伯特 源自于另一个大家族 也就是绰罗斯家族 除了杜尔伯特以外的其余三部 都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 荷尔特部进入清藏地区 建立荷尔特韩国 1717年被准戈尔灭亡 准戈尔则以北疆为基地 先后吞并了伊尔强韩国和荷尔特韩国 著名的戈尔丹就是准戈尔的首领 到1755年 乾隆皇帝消灭了准戈尔韩国 托尔伯特部 则在准戈尔崛起的威压之下 举步西迁 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了卡尔梅克韩国 到后来沃巴西韩统治下 又东规一清朝 这就是四大威拉特的情况 在成吉萨安四子的后代中 竹刺系建立的政权 是中国人眼中最陌生的 从1360年开始 金战韩国陷入内乱 虽然中间有托托迷失的短暂中心 但绝大多数时刻 金战韩只是其他势力的傀儡 15世纪 金战韩国各地的黄金后裔 纷纷脱离韩国的统治 建立起了喀山韩国 阿斯特拉韩韩国 克里米亚韩国 西伯利亚韩国等政权 而仍然在金战韩国的首都萨莱 进行的统治的一支 被称为大战韩国 1502年 克里米亚韩击败大战韩国 俘虏了末代韩 谢赫阿赫玛 一般也将这一年 视为金战韩国的灭亡 16到17世纪 随着沙俄的逐步扩张 这些小韩国也先后被沙俄吞并 只有克里米亚韩国 依靠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 得以苟延残喘 直到1783年 被沙俄完全吞并 至此 金战后裔在欧洲的统治终结 不过竹市的后裔中 在中亚仍然发挥着影响 竹市的另外两个儿子 乌尔达和西班的后代 分别建立起了哈萨克韩国 和乌兹别克韩国 也成为了今天 两个民族国家的先驱 乌兹别克韩国 又被布哈拉西瓦 浩罕所继承 这三个国家也被合称 乌兹别克三韩国 直至19到20世纪 沙俄的势力进入中亚 成吉思汗的后裔 才结束了在中亚地区的统治 以上我们非常简略地 呈现了蒙古诸国的发展脉络 接下来我们会分别介绍 蒙古各政权的具体情况 下一集我们会讲一讲 成吉思汗先祖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